当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 那么川普总统又开始表态 是吧 明确的表态 只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 他任上的最伟大的胜利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批评川普的政策 认为川普倒逼了中国的改革 把他称为叫总盗逼师 但是他继续放纵中共在世界经济圈着你 继续能存活下去 许多人有非常强烈的担心 担心中共在今后的贸易框架内 还会继续的野蛮生长 所有的这一切 伴随着我们看到的新西兰枪击 以及最近几天在西方一些国家发生的枪击案 或者是预谋的一些被破获的枪击案 很多人把穆斯林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对抗 参照为一个因素 其实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美国自身的考量 是吧 考虑到它的股市 它的经济 全球经济不能收到拖累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方面 整个世界都没有做好 中共快速崩溃以后 怎么样应对中国的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有核国家 而且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它和世界上很多核大国一样 前苏联崩溃之前没有人料到 落大一个苏联 是吧 加上一个 本身他们原本有一个 划沙体系类的金河组织 是吧 这么强大的 几十个社会主义国家 一夜之间 就开始逐个的倒下 当然了 最大号的是苏联 是吧 苏联解体了 从来没有人考虑过 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从冷战开始到二十年后 出现的伯列尔涅夫时期 前苏联总体的经济规模 几乎达到了 美国当时经济规模的 百分之七十以上 曾经很强大的苏联 加上他在欧洲的驻军 是吧 他在欧洲的整个驻军 可以压倒性的胜利 一周之内 推平他面前的所有屏障 钢铁洪流是欧洲人最害怕的 欧洲人当时称 等不到美军的援助 等不到盟友的出现 他们将躺倒在苏联铁蹄之下 当时的苏联一直在唱 牢不可破的联盟 是吧 那么他为什么会很快倒下呢 原因还是泪补的 美国只做了最后一击 我们看到 苏联倒下以后 很多人都在总结 他的经验教训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 其实你已经看不到 类似的公开资料了 可能之前的一些资料 也正在被删除中 前苏联崩溃了以后 不说外部世界对他的观感 就仅仅谈一下 前苏联内部人民的苦难 前苏联其实是一个福利相当好的国家 他们在与西欧竞争的过程中 带动了东欧都实现了高福利 上学不要钱 看病不要钱 大多数城市居民都能免费分到一套 设在郊外的度假别墅 听起来很美妙的事 其实在前苏联崩溃之后 很多城市居民仅仅是依靠 在他们郊区的别墅门口开一块地 种一点土豆 种一点蔬菜 才熬过漫长的变革期 人民一夜之间所有的积蓄化为乌有 国家倒下 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变好 那么前苏联倒下马上二十年了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 我们看到一个靠卖资源 卖武器 砍大树的这么一个国家 他们整体的经济是停滞的 高额油价时期稍微缓和了一下 重新启动了科研 军事 各方面的这种研究计划 那么很快油价跌下来了 又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了 如果没有西胖 即时的给他们输血 签订了一个 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这种高额的 长达二十五年的 石油气的合同 前苏联的处境 现在俄罗斯的处境 会更加的糟糕 我记得三四年前 俄罗斯外长跟这个英国 曾经有一次口角 他们曾经对着英国外交官署 英国现在是一个世界边缘的 野蛮人居住着的小岛 英国人回答他是 你们还以为你们是苏联吗 苏联经历了七十年 那么他们倒下以后 整个世界为之震动 欢呼雀跃之余 其实也遭受了很多蟲 他们最大的好处是 他们没有人 他们相当少 他们不会对这个世界 产生大的威胁 前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 他的核武器 集中在几个国家 那么根据 国际协议 是吧 有一些在各大国的担保下 处理了何问题 他是一个相对和平的一个交集 因为他有内部的邻居力量 他有俄罗斯的荣誉 有俄罗斯的旗帜 同时 他还有东正教 中国可以说除了野心家 什么都没有 如果中共要是崩溃 不说崩溃吧 就算中央政府对地方失去了有效的控制 各地的这些封疆大利 这些所谓的革命家 就会把全国搞得焦头难 我们会看到中国遍地狼言 人民生活在苦难中 其实中国人生活成什么样 外国人不是很关心 对吧 你市场还是这么大 他更容易跟你签订一些协议 历史上曾经与中国各地区 有过关联的这些国家 会把他们的势力 重新扩张到中国的各个省市 该卖东西一样卖 最起码 轻武器的经销商会非常开心 他不敢给你卖导弹 但是卖机关枪 他还是敢的 对不对 中国会出现审计战争 但是他问题也来了 中央政府如果失去对全国的控制 那么中国边疆地区 必然要进入战火 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在控制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兵源 尤其是中国现在少数民族 服役的比例在逐年增高 汉族作为主体民族 他根本就没有能力 继续长久的控制军队 各个省如果说与中央离心 这些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 中共在边疆地区的控制 将会相当的薄弱 甚至会导致边疆独立 中国的版图不能保全的同时 也会造成边疆地区出现大面积的烂民潮 以及人道主义灾难 甚至是种族之间的屠杀 别以为只有兰斯拉夫有 中国历史上就不缺这东西 左总裁平定回乱 在我们的历史中 记忆游行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胡雪岩 知道胡雪岩怎么发家的吗 胡雪岩带着一帮丧人 跟着 民团 跟着曾国藩 李鸿章的部队 就干这个买卖 士兵在战场上 把对手砍倒的同时 也砍倒了老弱 消灭一个村庄 他们也会翻墙岛会 进入城市 那就皆大欢喜了 对吧 大到古玩 小到金戒指 金牙 把你手指头砍掉 他都要把戒指夺回来 因为这是他的战利品 胡雪岩这一类的商人 就是在军营里收这些东西 然后给你寄回家乡 给你换他银子嘛 寄回家乡 你就是战死了 你放心 他不会探墨里一分钱 胡雪岩与 左宗棠之间的关系 就是靠战场上的 这种钱权交易 互换得来的 没有左宗棠的支持 胡雪岩很快就衰败了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所谓权贵之间的白色套 就是他们之间的交易 现今的中国 你也能看到这一切 好了 核武器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难民潮的问题 人道主义灾难的问题 你都解决不了 仅仅靠联合国 梁龙组织进行救灾 那是不可能的 整个世界没有做好 中共快速崩溃的准备 不要把革命想得太快 它有一个过程 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它可以有偶然所引发 但是它背后肯定有一个必然 中共还没有虚弱到 我们看到一推就倒的 这么一个地步 它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随着整个外部世界 与中共逐渐开始切割 这个对峙呢 它很快就会形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 模糊的状态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窗口期 制度还有半年 到今年年底就结束了 中央政权一旦在全世界范围内 找不到突破核 他们就只有 退守计划经济这一条路 利用他们已经储存的一些资源 利用他们还能 用中国的资源 把中国的矿产 中国的特色的一些农作物 海产品 交换来的有限的资源 去进口他们所维持 政权运转必备的一些 外部世界的资源 那么资源进来的有限 全国各地 要分配 它就只有定向分配 就是我们讲的定向配置 说到底 粮票就会出现 那么到明年下半年 明年年底 这个控制将越来越薄弱 今后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标志是什么呢 是中央再开大会 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 开始会有人请病假 装病 不到北京 别说大老虎 会中抓人 你想让他来开会 他都不一定来 那么中央再往地方派干部 路上车子出车祸了 是吧 掉河里了 掉沟里了 轮胎爆炸了 都有可能 吃个早饭 被噎死 是吧 住宿 在办公楼 从楼上一不留神掉下来 精神恍惚的 都会出现 以后的报纸上 这种消息 会绵延布局 最后变成 中央一直掉令 没有人敢去 他不熟悉的地盘上任 中央与地方的离心 他也是一步一步出现 所以中国的变化 还是会从内部开始 在整个世界 慢慢适应这种变化之后 才会有更新的 全套的方案 慢慢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个过程不仅漫长 而且相当痛快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